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踢摆坡的后沟招待所 一名国民党军官正在招待所的大门前 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 几分钟过后 一辆吉普车缓缓驶来 车上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朱德总司令 不断地向等待的人们挥手示意 而当车子刚刚开到门口还没有停稳 这位国民党军官便急匆匆地走上前去 随即立正并神情严肃地说了一句 我有罪 这位身穿国民党军服自称有罪的人 便是时任华北焦总总司令的副作义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卸取这一身份 成为一名光荣的起义将领 早在一个多月前 也就是1949年1月 副作义部下周北风 在当时河北省通县的解放军 平津战线司令部招待所内 与林彪 罗荣环 聂荣贞等 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会谈 并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 1949年1月22日 副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 副作义正式宣布 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 同日 北平城内二十余万国民党军撤出城外 转移至指定地点听后改编 副作义的大义之举为北平古城的和平解放 做出了贡献 既然副作义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起义将领 那么为什么还要自称有罪呢 原来这与1949年2月1日 人民日报登载的一封公开信有关 1949年2月1日 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 信中 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 指示负责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勘乱之力 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 军行所致 屠杀人民 焚烧村庄 掠夺财产 无所不用其极 之后 又指出北平以备为粤鱼 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 副作义作为战犯 欲获人民谅解 必须遵照解放军前为指示 求得自赎 如竟敢不顾提议 破城之日 必将延封 面对这样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刚刚签署了和平协议的副作义 心中有了些许忐忑 当时这个人民日报是华北局的机关报 还不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呢 就是以林彪 司令员和罗荣环政委的名义 发表的一封致负作义的公开信 谴责了他过去的历史上的罪行 所以他心里压力就很大 他就立刻提笔 就给林彪罗荣环写了一封信 他一方面考虑他自己的自尊心 和的地位问题 另一方面呢 还特别关心 他手下还有几十万弟兄呢 共产党会将来怎么对待这些弟兄 所以副作义当时啊 是心里是非常纠结的 报纸上的那封信件 以及特务的煽动 让副作义心里多少有些不满 他不明白 起义之前所提到的平等对待 为何到现在竟成为了一句空话 此时 有些心烦意乱的副作义 带着些怨气 给林彪罗荣环等解放军高级将领 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 副作义要求毛泽东 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 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 对于副作义情绪的突然转变 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 并且精心安排了一场 用于化解怨气的宴会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北京饭店的小宴会厅 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 为安抚副作义 林彪 聂荣真 叶剑英 在这里设宴宴请副作义 其间 林彪 聂荣真向副作义做出保证 共产党绝不会亏待有功之人 听完这番话 副作义的情绪才略微有所改变 但心中仍有一丝顾虑 宴会结束后 他向林彪等人提出 要亲自去西柏坡面见毛主席 就在副作义提出要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之后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计划前往西柏坡 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 副作义马上借此机会 向时任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的叶剑英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希望可以随人民代表团一同前往西柏坡 叶剑英立即请示中央 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起草电文 欢迎副作义邓宝山一行来此一谈 二十一日 叶剑英通知副作义部下周北风 中央欢迎与副将军会见 并请转告傅先生 当天傍晚 得知这一消息的副作义显得十分高兴 心里盘算着给毛泽东主席带的礼物 军人出身的副作义做事一向雷厉风行 当心中盘算好 要为毛泽东主席带什么礼物之后 当晚便急匆匆地去购买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晚 北京六国饭店经理王拓的办公室 突然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位客人便是原国民党华北脚总总司令 副作义 一进屋 副作义就拿出了一个羊部包袱 铺在桌面上 表示要满意包袱哈的门香烟 原来副作义知道毛泽东爱抽烟 他买烟就是为了去见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半 带着满满意包袱香烟的副作义 登上了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西百坡的飞机 上午十一点左右 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 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坤 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等人 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 随即一行人前往石家庄中央交集处 吃午饭并稍作休整 当天下午两点 副作义等人坐上了开往西百坡的汽车 由于是第一次去见毛泽东周恩来 副作义内心十分紧张 他也不知道见到主席之后应该说什么 在他看来虽然促成北平和平起义 但想要彻底抹去他在解放战争中所犯下的错误 恐怕并不容易 这个副作义要求去见毛泽东啊 他是有想法的 他也想啊 看看毛泽东心里怎么想 副作义担心毛泽东记仇 在这个解放战争期间啊 副作义是国民党将领里啊 应该是得罪毛泽东得罪的最狠的 就是副作义 一个是他发表过一封公开信 谴责毛泽东 再一个呢 1948年10月呢 他又策划齐齐石家庄 准备活捉毛泽东 所以要讲这个个人恩怨的话 副作义在国民党的这个高级将领 应该是和毛泽东 是有恩怨的 面对这一句郑重的 我有罪 毛泽东主席显得十分轻松 他表示 和平解放北平 你带了个好头 立了大功 你办了一件好事 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毛主席诚恳的话语 彻底打消了副作义的顾虑与不安 当天晚上 周恩来邀请副作义 邓宝山等到西白坡大礼堂 观看话剧《白毛女》 歌剧《赤叶河》的演出 当戏剧进行到高潮时 副作义的内心十分激动 感动得流下热泪 他说 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几天的行程 让副作义感慨万千 他很希望能够为解放事业做点什么 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 就在这时 毛泽东主席再次接见了副作义 二人在就北平问题进行交流之后 便谈到了隋远问题 毛泽东表示 解决隋远问题 首先要过好军事这一关 而曾经主政隋远的傅将军 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 隋远曾经的塞北四省之一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是华北连同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 1931年12月28日 副作义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 隋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 统领一省的军政要务 一直持续到1947年 此后 副作义担任华北脚总总司令 率部队长驻北平 但在隋远省内的各政府部门的官员 以及军队将领 军委副作义旧部 其中很多人始终以副作义马首是瞻 也正因如此 当中共中央计划和平解放隋远时 首先便想到了刚刚起义的副作义 与此同时 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名为 隋远方式的和平解决方案 采用放宽政策 拉长时间 团结改造的方式 有意识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争取这部分国民党军队 在政治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方面 或者保持中立 之后再集中力量 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 根据这一指示 1949年3月 中共中央华北局 与副作义商定 双方达成和平解放隋远问题协议 协议规定 解放区和隋远部队驻地 划定临时分界线 恢复平随铁路交通 通油通电 恢复双方商业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 并规定了双方货币的兑换办法 毛泽东提出的隋远方式 掌管一省大小的事物 那么这位副作义的老部下 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董奇武 自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之后 便追随副作义 在近随地区 打击日本侵略者 战场上的董奇武 作战英勇身先十足 曾多次身负重伤 而如此刚毅的作风 令副作义十分欣赏 二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董奇武也对这位 比自己年长四岁的 山西老乡敬佩有加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后 副作义被调往北平 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 董奇武驻守隋远 称为省政府主席 此时面对内战 一些希望和平的董奇武 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十分失望 1949年1月22日 得知了北平和平起义的董奇武 登上了前往北平的飞机 周俊芳 原华北剿总司令部 议店员周永刚之女 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 让他对同样是山西人的副作义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多年来始终致力于 相关调查和研究 董奇武先生在后来的时候 多次谈过 他说起义之后 他飞到了北平 然后第一句话就说 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 我们要走人民的道路 他就说大家是有共识的 几年的抗战 再加上后来的几段战争 已经民不聊生 所以结束战争是所有人的民心所望 所以军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民心来说 副作义诚恳的话语 令董奇武感同身受 他决心追随老长官走人民的道路 会面结束后 董奇武立即返回隋远 暗中开始起草和平起义的计划 然而 思源省内的复杂形势 让董奇武的和平起义计划 很难顺利实施 虽远驻军有八个步兵师 一个独立旅 四个骑兵旅和三个保安旅 共八万余人 而这些部队番号众多 成分不一 政治态度各异 即便是董奇武 也很难全部控制 除此之外 在政治方面 国民党党部设在归随 由齐决民等人负责 他们名义上是董奇武的同僚 实际上一直在严防董奇武投共 另外 中统军统的特务 则聚集在隋远省另一个大城市 包头 他们与当地的反动分子 勾结在一起 不断进行各种破坏恐怖活动 并且四处宣传国民党与共产党 无法进行合作 共产党绝对饶不了那些 投降起义的人 甚至在大街小巷张贴 打倒董奇武 打倒副作义的标语 来制造紧张气氛 阻止隋远和平起义 1949年8月初 针对隋远和平起义 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毛泽东与周恩来 在中南海封泽园 接见了副作义 这次会面中 毛泽东明确地对副作义说道 希望你能前往隋远 帮助董奇武将军 解决那里的困难 尽可能快地促进隋远起义 1949年8月23日凌晨 一列火车驶离北平 直奔隋远省省会城市 归隋 在火车上 一身黑色长衫 头戴礼帽的副作义 面色凝重 双眼始终盯着窗外 此刻 他对此次隋远之行 能否成功完成党中央的任务 也没有完全把握 24日上午 副作义 邓宝山等人抵达闺随 一行人完全顾不上休息 直接找到了董奇武 并且要求其召集部队营 以上的干部到司令部开会 当天下午 副作义在董奇武的官邸 分别与这些干部进行沟通 全面了解了士兵们的态度 和部队的状况 第二天 他又在董奇武的陪同下 检阅了归随部队 发放了由毛泽东主席特批的 20万卫问金 就在副作义来到隋远 为和平解放而奔波的时候 国民党方面也了解到了 副作义在隋远的所作所为 1949年9月10日 刚刚抵达包头的副作义 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一封电报 在电报当中 蒋介石说道 医生这次回到晋随 如同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 一念之差 诸成今日威王之大错 你要接受教训 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面对蒋介石 如此诚恳的一封电报 副作义的内心 没有一丝波动 只是叫来了秘书说 以后国民党方面发来的电报 自己一律不堪 1949年9月15日 一架国民党专机 即将在包头机场降落 机场坐的是 国民党国防部部长徐永昌 他此次来包头的目的 是受蒋介石所托 来游说副作义 回头是安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 隋远是国共争夺的 一个战略要地 蒋介石也非常看重隋远 所以这边副作义和平解放 那边他就派人去争取隋远 带着大量的黄金和空白的伟人状 到隋远去封官许愿去给赏金 徐永昌也是山西人 也是晋隋军出身 过去在晋隋军的资格 比副作义还老 他还当过隋远的省政府主席 所以徐永昌啊 在隋远啊 也是门声鼓励满天下 蒋介石就指望呢 徐永昌到了隋远 能把隋远变成一个反攻共产党 一个根据地 与副作义同为 晋隋军出身的徐永昌 甚至这位昔日同僚的姓格 也明白自己很难让这位 绝强的将军回头是安 于是徐永昌将目光 投向了姓格火爆的孙兰峰 这位第十一兵团中将司令官 手握重兵 如果能够让他拒绝在起义文件上签字 隋远便无妨全部解放 因此徐永昌给孙兰峰 开出了很多诱人条件 甚至隐诺 只要孙兰峰能够破坏隋远起义 就让他坐镇西北 成为新的西北王 在得知徐永昌的所作所为之后 副作义也很快找到孙兰峰 并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进行劝说 目前全国形势发展变化得很快 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 实现和平 事实证明 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确的 这样对国家好 对人民好 对地方也好 对我们每一个都好 为了打消孙兰峰的顾虑 副作义还向其表示 随远部队起义后不改编 不解散 待遇也不会变 面对徐永昌与副作义的拉拢 孙兰峰也是躊躇不前 难以抉择 于是便躲进了医院 扬称未病发作 谢绝剑客 孙兰峰当时也就是作为一员火将 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疑惑的 最后这个在孙兰峰在最后 当时别人都签字结束之后呢 是这个董七五将军用一个茶碗 扣住了他的下面的一个空白处 因为有一个纸带扣了一个碗 当时还是扣碗留白 就是说他一定要给孙兰峰留一个位置 说是他早晚这个思想是要 就是会做通他的工作 那最后做通他工作的人 就是傅作义 那傅作义专门赶到了医院 跟他做工作 就是说他拟的很多顾虑 他就说我们战争是绝对不能打了 我们要做和平之路 要做人民之路 傅作义的劝说最终打动了孙兰峰 9月19日凌晨 不再装备的孙兰峰拨通了傅作义的电话 表示自己愿意签字 而电话另一端的傅作义 则马上叫来秘书 带着起义通电前往孙兰峰的住处 下午四点左右 所有起义将领全部签字完毕 傅作义在隋远平市官前局包头分局内 正式宣布通电已经发出隋远省正式起义 隋远的和平起义 开创了解放战争中解决国民党残留军队的一种崭新的解决方式 它的作用不仅能够更好更快 更加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方面的国民党部队 更能在华北等重要地区 尽早地解决相关解放问题 对于加快新中国统一解放全中国 有着更加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北平和平解放还是隋远成功起义 傅作义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也很好地适应了自己解放军军官这一全新的身份 1955年9月2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隆重的授贤议事 表彰那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 立下赫赫战功的广大纸战员 在此次授勋仪式上 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傅作义带上了一级解放勋章 胸前佩戴上解放勋章的傅作义 有些百感交集 他明白 这枚解放勋章是对他欺义的认可 也代表了他正式成为新中国的一员 与此同时傅作义也明白 新中国已经进入到了艰苦的重建工作当中 重建工作成了国家重点 而戎马半生的傅作义 早已厌倦了战争 他想要为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最好的办法便是从自己最拿手的做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